這是什麼 然後第二題 你們如何博得孩子的信任 因為通常 通常你碰到小孩子 請他們要做些什麼 或是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其實得到最直接的反應是這樣子 會笑一笑的 然後搖搖頭 什麼都不願意要什麼 對 你們要怎麼突破這一關 謝謝 謝謝 他不願意跟你做互動 比方說 你在不熟悉的情況下 我很小的女生 她應該都會這樣 不管為什麼你都會這樣 就是要怎麼打開孩子的信任感 通常呢 我的做法 我只能講我一個做法 或是你也可以講到分享你的做法 通常我的做法呢 我會去反應 我會去把他的感覺講出來 我會把他正常化 我會說 對啊 要跟一個不認識的人 第一次見面 就要問那麼多奇怪的問題 一定很奇怪 因為這是事實嘛 對不對 你們想想看 現在 就算你現在坐在一個陌生人面前 他問你一些很私人的問題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你會不會不太自在的回答 還是會啊 所以我會直接把這個反應回答 我說對吧 這樣一定真的好奇怪 難怪會不想講話 然後 或是你甚至可以跟他講說 其實我自己 像我自己有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講說 就像我自己有的時候 跟不認識的人講話 我也會覺得不是很想講話 讓他知道 這個感覺 不是錯的 然後也不是只有他用的 對 這是我的一個方式 好 那我在學校的部分 是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看到會不會很想去拿去玩 會嗎 喔 所以 小朋友進到治療室 進到就是 遊戲室裡面 其實 他不一定需要跟我說話 有一些小朋友 他就會自己去拿玩具來玩 或是 他就開始找他有興趣的東西 就開始做一些他喜歡的事情 對 然後 剛剛你提到的問題很好 是關於信任感的部分 其實 信任感其實很難 從一次或是兩次 就建立起來 所以在初期 小朋友如果會覺得 他是因為有問題 才需要來治療 其實通常一開始 我不會選擇 先跟他談他的問題 先從我們有一個好的互動開始 讓他喜歡來 知道 來可以玩 可以做一些你喜歡的事情 然後 再慢慢 跟他聊一些 生活上的一些 所事之後 才談他的問題 讓小朋友也知道 其實 你不是真的想要 比如說 挖他的隱私 或者是想要 嗯 責罵他 或是什麼的 對 因為我在學校 可能特別有這個狀況 就是 小朋友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要來辦公室 或是什麼的 先從讓他喜歡這裡開始 對 然後讓他喜歡 跟你玩 讓他覺得跟你玩是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喔 之類的 他會開始慢慢願意跟你互動 就是從安全感先 就是塑造起來 好 那還有朋友有問題的嗎 剛剛看到後面 等一下 那位先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 心理治療也分很多種 那 就是為什麼 會選擇 以藝術治療 來 就是作為一個媒介 而不是 像語言啊 或是物理治療 或是 也許 對小朋友來講 他可能語言表達 並沒有這麼好 那可能只能從他的一些 另外一些媒介來 來看他的表達方式 第二個問題 就是 當你們發現 在學校的藝術創作過程的時候 然後發現小朋友有問題的時候 你們會 一方面 就是 治療他之外 那會 假設他是有家庭的問題的話 那 那 會 同胞社工或是 就是 會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 畢竟說 不是只給他 吊桿的 就是 要先給他吃飽 再給他吊桿 就是 都要俱備 還有就是 你們會 會持續追蹤 這個治療過的學生嗎 因為我覺得 像那個 學生其實 小朋友腦還在發育嘛 其實他情緒還不是那麼穩定 所以 也許他國小 治療好了 也許 國中又會有一些 就是說 他有沒有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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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選擇以藝術治療為媒介 那我覺得這一題我覺得還蠻適合請這個計劃 就是情緒臉服讓黑黑來回答 為什麼是用就是因為你是從一個不是從事這個行業 然後來做這個專案那為什麼是用藝術治療 我在大學的時候我也是念心理諮商 然後大學的時候會去當一些志工 然後帶一些小朋友的團體 我在大學的時候到了一個基金會帶團體 然後那個團體的成員很特別 他們是一群小孩子大概從3歲到10歲12歲左右的一群孩子 他們特別之處在於他們家中一定有一個兄弟姐妹是發展癡患兒 可是他們本身是健全的孩子 那你可以想像他在這樣的家庭被你成長 他可能會有很多承受很多壓力 就是爸媽會覺得你以後長大要照顧你的哥哥姐姐 然後所以你要必須要很負責的你要很成熟 或是他的父母可能平常都忙著照顧他的兄弟姐妹 比較少時間可以去關注到他的情緒的感覺 好所以我們就跟這群孩子工作 然後在工作的過程中我們是一個開放性的團體 然後小朋友其實他們每一次來是不太能夠去表達他們自己的想法跟感覺 因為平常沒有這樣子的機會讓他們表達 可是有一次我就帶了一個活動 然後我拿了很多情緒的臉 然後給小朋友就放在地上給他們選 就說我們現在就是選這些表情 然後你可以從這個表情裡面挑 你覺得跟你的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最像的一個表情 然後拿他來說故事 然後那天就很不可思議的是 就是你可以看到可能才幼稚園的小孩 或是一二年級的小孩平常都不跟我們講話 他講他的感覺什麼 他那天就選了五個臉 然後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很完整的故事 說我今天早上起床 所以這個臉 然後遇到了誰 是這個臉 是這個表情 他透過了一個媒介 然後幫助他把他的故事講得非常清楚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然後老師聽懂了 旁邊的人也聽懂了 然後當他覺得他被聽懂的時候 他被同理到的那個感覺 所以我才會想要把這件事情 因為發現媒材可以去幫助他們 然後延伸到這次的計畫 變成讓他們自己來創作 讓他們的主導性就會更強 然後 欸這題我也想要自己回答一下 就是因為我這次也是參加這個專案 然後讓我有一個感觸很深的 就是我覺得其實 你講藝術治療 我覺得他不一定是好像有問題治療 反而是他在協助幫你建立一個練習表達的過程 對 而且這個門檻也沒有到非常的高 就是像我們三個人 然後一起弄了這個專案 然後找了書庭 然後把那個專案更加完整 那我們就可以去執行 對 那我覺得 呃像是這種創作型的東西 它是可以 你也可以去對你的朋友做 或者是 你了解其中的精髓 你也可以就是運用在 可能你跟孩子的互動 或者是你跟身邊的人的互動 這樣 對 所以像是在看剛剛的作品 你就會覺得 欸看那48個面具 你不會覺得好像在看 就是作品 你會覺得好像在看48個人 就是 欸 他用黑色 他用蠟筆畫黑色 跟用水塔畫黑色 你都會很想要去了解 就是為什麼這樣 好 那我們就是請 在學校的孟娟 他去回答說 要怎麼去 呃 應對 就是追蹤跟通報 就是 可能案例到很嚴重的時候 的 追蹤跟通報的 問題 好 那 你剛剛的問題是說 什麼樣的情況需要通報嗎 還是說我們會不會通報 就是 對我們持續追蹤那個學生 追蹤那個學生的狀況對不對 對 大家知道小學要念 六年 所以我可能會看 一個小朋友從一年級 一直到六年級 所以這小朋友的狀況是 如果他隨時有改變 或是什麼的 會 再轉介過來 那至於 升國中的部分 其實 台北已經做得很好 那台中慢慢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轉嫌 轉嫌這件事是說 讓國中端也知道 這個小朋友在國小的時候 他的狀況大概是什麼 那讓國中端在 在了解這小朋友的時候 可以用更迅速或是 更知道他的問題史的部分 然後通報的部分 對學校會通報 但是通報都是保密的 就是 例如說有一些狀況是 家暴 例如說有一些狀況是 性騷擾 例如說有一些狀況是 家內性騷擾 例如說有一些狀況是 家內性侵害 這樣的東西 其實是 學校需要通報的 因為這關係到 因為其實是把小孩 視為一個國家需要保護的 未來 所以 在當這些小朋友 受到一些 身心上的 受傷的時候 其實學校是有義務 而且必須要通報 法令的規定是這樣子的 就是假設24小時之內 你 窒息了而沒有通報 那是會有處罰的部分 對 但後面的原則是 希望這小朋友 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不要再 一直受到這樣子的傷害 所以通報的部分是會有的 對 那接下來就會有所謂 社工的進入 會有 例如說 假設今天可能性侵害的案例 可能會有醫療體系的 驗傷或是什麼之類的 會一起進來 對 那個我想請問一下 我本身的菲姐 是小時候有被霸凌過 那 而且長達六年 然後是透過 就是一直不斷自己畫畫 把這段時間撐過去 那現在也是 就是在兒童畫室工作過 那我想問的問題是 嗯 就是 我們 我之前的畫室 它會 嗯 要求說要 嗯 彩紙張 像說可能一張四開 然後小朋友畫滿了 等他覺得說 這某個地方比較能表達 小孩子的情緒 所以就只有留那個部分 所以紙可能變八開或更小 這是對的嘛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的話是 就是在藝術 因為我們畫室 前畫室 是主打藝術治療 那 可是他非常要求 就是出色和破圖等等的技法 像我有個小朋友在畫自畫像的部分 他在他自己的臉上 畫了一隻大大的長影 然後在我臉上畫一個大大蝴蝶 然後我允許他這樣畫 反而我被罵了 但是我覺得我跟小孩子聊天的時候 他有跟我講說 為什麼 為什麼他想要這樣做 可是 我卻背話是很嚴厲的功績 說我這樣子錯了 虧我還讀設計讀到都碩士生了 怎麼還會讓小孩子做這種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也在 就是 去做一個藝術治療的 分化行為中受賞意 所以我來這邊其實想要知道一個解答 說我到底做這兩件事情是對還是錯的 因為 裁他的指導我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就是那些畫面的要求 讓我覺得蠻不活力的 我第一個想問的是 裁他的指示經過孩子的要求嗎 還是他完成以後 剛才我們私下裁 而且我根本都不知道 老師你才好 這個問題 OK好 那當然我只能依照 我自己認知的啦 基本上藝術治療 完全都是照著孩子本身的醫院 去展現他的作品 那 但是 有一些 灰色地帶跟彈性的部分是 就是我們會不會透過創作來去做一些介入 的確有可能會 比如說像這個比較是針對你的第二個 第一個問題我覺得那個比較是黑與白啦 基本上我們不會 基本上我們是完全不會在沒有跟孩子一起討論過的狀況之下 更不會私下去碰他的作品 然後私下交線 對 對就是我們不會基本上我們不會在任何私下的狀況去碰出他的作品 我們 我甚至連移動他的作品我都會跟孩子確認 那有的時候我甚至會邀請孩子說那你想要把你的作品放在哪個安全的地方 我會讓他選擇他想放在哪裡 那當然我之後會把他收起來 但是就連這樣的動作我都會讓他自己選擇 所以第一個我覺得是蠻明確的答案啦 我們不會在沒有他自己同意的狀況之下 更不會私下就是去幫他做 那第二個我覺得有一點點灰色地帶的部分是 比如說像有一個小朋友如果他重複的創作出一些很具攻擊性 甚至你看到他甚至比如說在攻擊自己的一個圖像等等 重複的發生我們有可能會做一些介入 那一開始我們還是允許他會這樣的話 我們不會說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這是他能夠去唯一表達出他自己內心脆弱 或者是他內心憤怒的一個方式嘛 所以我們會允許他表達 但是我們有可能會介入 比如說如果我們會在隱喻中介入 比如比如說 你如果像你剛剛講 如果他在他自己的臉上畫了一個很大的苍蝇 那可能你就會問他說 怎麼啦 為什麼這個苍蝇會在那裡 他覺得他長得很醜不好看 你媽媽都不喜歡他 OK 那比如我有可能會做的介入 我可能就問他說 真的喔 那第一個我可能會跟他講說 嗯 嗯 所以你覺得你自己哪裡找得不好看 這有可能我們會先問他 然後再來我有可能會跟他講說 不會啊 我覺得哪裡哪裡 就是我會具體的找出 我覺得哪裡是好看的 我說哪裡好看啊 這是第二個我有可能會做的 第三個我有可能會做的 我會問他說 那你覺得加勒苍蝇他會比較好看嗎 我也可能會問他 然後再來我最後的介入 我有可能會問他說 那你覺得我可以怎麼樣 讓他變得比較好看 所以我會做介入 如果我重複的看到他有這樣的發生 但是我不會直接說這是不可以的 我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的問題 因為我自己是對的 對 就是我還是會做對 但是不代表我完全不做介入 這是我想澄清的部分 我覺得我自己就會覺得裝不舒服 然後跟我都想 所以有時候相信自己的直覺 對 好 那還有朋友想要提問的嗎 喔 好 後面 哈囉 你好 我想要問一下是 因為我教的是一整個班級 大概是有四十個學生 那光是 我們現在的學校是連排兩節 也就是完整的一百分鐘 可是正常的學校大概 美術課是只有一節課 那通常引導學生就要花一些時間 然後再來就是當孩子進行創作的時候 通常他們都會很開心 那我自己在創作的時候 通常都會忘了時間 所以假設我們要掌控時間的話 應該是會有蠻多孩子 他是正很開心的 在悠遊在那個世界裡面 所以必須要被喊看 可能是時間到了 或者是這整個課程 他包含了整個團體 每一個人還要再發表這個作品 所以不知道在團體的這個治療裡面 這個時間的分配 你們會怎麼切 然後如果他不是一個微型課程 他沒有辦法在兩個小時以內完成 他是會有好幾週 那你們的那個切點會是怎麼考量 謝謝 我覺得可以請黑黑分享一次 就是像我們這一次專案的設計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次專案去這三個國小 也都是用一天的時間 然後大概也是在三個小時內 那我們自己大人在試做的時候 其實也是兩個小時之內就做完了 對 那我覺得黑黑可以分享一下 那個設計的流程跟一些眉眉嘎嘎 我們其實比較多的是 我們會去安排那個課程 我們會去想像小朋友他的狀態 或是怎樣 所以在事前我們安排叫案的時候 一定會安排就是各個時間點 然後我們要留多少的時間給小朋友 然後去看 那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小朋友他也許可以做到哪一個部分 然後我們自己也有試做過 然後 所以就會變成 我記得我們有用我的美菜很多 所以我們可能還會包含 我們一開始要分下哪一個美菜 然後連美菜的順序都有提供 都有給小朋友一個順序 然後我覺得蠻重要的是 我們為了去 因為每個小朋友創作的過程 一定會不一樣 有快有慢 所以我們分批給美菜 就是為了不要讓有的小朋友 他很快就會做完 或是有的比較不願意創作 他可能就會隨手就畫完 然後就會跟說老師我好了 然後就會開始去做其他事情 我們讓孩子用一個比較有緩慢 然後有階段性的方式 慢慢地去進入這個創作的過程 然後最後再給 可能很有趣的美菜 會後面就越來越出現更多 這個好有趣喔 然後小朋友就會漸漸投入進來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 然後再來的話 我覺得是我們會 分階段是我們會大概提前 可能10分鐘15分鐘 慢慢地開始跟小朋友們說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 還剩下10分鐘的時間 還剩下多小的時間 然後讓小朋友一個心靈準備 不會突然被卡斷的感覺 可以跟我們簡單地介紹一下 是怎麼分階段的嗎 就是一剛開始是一個白白的面具 那是怎麼分批提供他們不同的美材 就是第一個階段是 我們的美材有平面跟立體的 所以我們都先給粉彩 平面的可以塗色的 然後再來給可以黏上去的東西 但是是平的 就是色質不織布 然後最後才會把黏土 然後毛球毛線 那些立體的東西 被小朋友 對 所以像我們這次的案子就是 就是也有想到時間 因為是跟學校配合 而且是我們是 第一次就是直接去的 所以在那個流程上 有特別去設計 然後也有可能兩三次的試作這樣 好 那還有沒有朋友有問題的 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 我就是剛剛在醫院工作的那個治療室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在做醫術治療之前 你們會去做評估嗎 那有沒有就是一個什麼時間點 一個明確的目標就是說 我們要針對這個部分去做處理 那什麼時候會覺得 那這樣子已經處理完了 所以可以結案 那再另外一個問題是 其實有一部分家 尤其是小朋友 有很大壓力源 都是會來自於原生的家庭 那處理小朋友部分的時候 會不會連帶去處理原生家庭 就是這個壓力源的部分 謝謝 請書頂 通常 當然我們一開始一定會做評估 就是我們通常一定都會有做初談 就是收集資料 那這也連帶著回答 你第三個問題 就是家庭的部分 因為這個家長怎麼看這個孩子 我們也很希望了解 因為很長的時候 我們會發覺孩子怎麼看家 這個家長怎麼看孩子 跟孩子本身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有時候會有很大的落差 那有的時候那個問題其實就是在這裡 所以初談也會幫助我們能夠去收集到這方面的資料 所以其實回答到第一個問題 我們也跟小孩工作 一定要跟家長有某些的合作跟工作 對 那 像之前我曾經就有個督導說 有的時候其實 因為其實常常我覺得這也是有一點點可惜的部分 因為常常其實孩子會有很多的困擾 很長的時候其實是跟家庭有蠻大的關係 那所以有的時候也會覺得好像孩子被送來 像是有裂痕或是摔破的碗 那你好不容易花了很大的力氣把他拼湊起來了 可是你把他送回給父母 他又破掉了 就是有的時候是這樣 那 所以接受限制也是我們工作裡面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部分 對 這是最真實也最困難的一個部分 就是需要接受限制 因為我們做的真的有限 那 所以也講到結案的部分 確實 我想沒有一個很標準既定一定要的答案 那當然在大部分的機構或是學校 可能很多在機構工作人或學校可能比我甚至更清楚 因為基本上通常都會有基本的規定 像我以前實習的機構通常就是 大人八次小孩十二次 基本就是這樣 就用數量來定義 對 通常就是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除非你有很重要的原因 覺得需要續談再繼續 那這個是一般的機構會有的 那但是 以一般 就是如果是以長期諮商的 來看的話 當然我們還是會覺得 諮商 我們希望他不要是一個 依賴性的東西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終究能夠讓孩子幫忙他結案 那結案的目的是 也不代表說他完全都已經沒有困擾跟問題了 而是我們覺得他目前的能力 已經足夠能夠去面對他現在生活中的困難 即便還有困難 那我們也都還是會告訴家長說 若是你之後還遇到問題還是歡迎可以回來 但是結束代表者也能夠讓他也更相信他是有能力 能夠自己在生活當中面對這些事情 不是只有靠有諮商的時候他才可以面對 然後我在這邊也是偷插隊一個問題 因為剛剛有朋友就是提到說 其實那個藝術治療在台灣是沒有證照的 然後相關研究所也只有市北教 就是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有藝術治療研究所 然後剛剛有朋友很擔心他未來沒有飯吃 對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是請 請黑黑跟孟璇看要不要回答一下 就是在這個計畫之後 有什麼想要發展的在台中 有沒有什麼小構想啦 就是從小小的 現在有沒有小小的牙要來種的 有什麼想要 就是這個計畫還沒有結束 是我們的計畫 因為展覽有一批書 跟兒童的情緒有關的繪本 所以我們在計畫展覽的過程中 把這批繪本意賣出去 然後這筆錢他會回到台中市的 國小老師的輔導師 輔導老師的那個 藝術治療的工作坊跟講座的 算是培例上面 然後這會是其中一個 就是雖然我現在已經不在教育界 或是心理諮商界 但覺得可以透過這個計畫 然後像是透過今天的折舞 然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 我覺得其實是礙於就是 這樣的活動他需要媒材 然後媒材他確實就是需要一筆經費 就是如果是現在也會有可能在偏向或是東部的學校 可能會問我們有沒有意願可以去 那我覺得我們都是很願意就是想要再去跟大家分享這樣子的體驗活動 但前提還是必須要去解決是一個媒材的經費的事情 然後但目前的話可能還會有一兩場就是跟學校或是其他的單位配合的活動 好 好 那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再開放一個問題 或者是你今天聽完有什麼感覺 或者是回饋了可以 有嗎 有嗎 我要補充 我要補充 裡面的時候他很多肢體的動作 他很會去弄別的小朋友 或是他就是一個跟大人眼中不太配合的小孩 然後有一天我們就跟他畫一張就是圖畫紙 他就在上面畫滿了各個很小的角色 然後因為我是跟他就是一邊跟他聊天 然後一邊問他畫什麼 然後看他畫完那些 所以我都知道他畫的故事是什麼 他的圖像裡面有槍 有攻擊 可是也有一些卡通人物 然後會有一些寫的畫面 那可是通常可能大人看到這個會覺得 這小朋友畫會不會有點暴力 或他會不會就是有攻擊性啊什麼的 可是我們在回頭去讀到 去研究這個小朋友畫的時候 我們發現他在講的東西是一個保護的行為 他也許希望他可以是有具備保護自己 或是保護他很重視的那個卡通人物的能力 他平常的動作中我們會覺得他在攻擊別人 可是從他畫裡面我們會覺得他也許需要的 跟想要得到的或期待自己可以具備的是一個 能力也好 自尊或是去保護別人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這是小朋友他沒有辦法用語言表達出來 可是我們可以從他的創作裡面看到的東西 好 好那還有朋友想要回饋的嗎 那就是很開心今天那麼多人來 然後就是之後 我相信大家就會帶著今天的東西 然後跟你 其實不只是小孩啦 跟你的同學或者是網路上的 可能地霸的網友互動 就是都是 然後就是透過今天這樣子 然後跟你的跟小孩子的 或者是跟甚至跟你爸爸媽媽 就是跟大家的情緒牽牽手 然後大家都才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然後有更好的社會這樣 那我們今天還是再掌聲謝謝三位掌聲 好 那今天的哲語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參加 我可以工商服務一下 我們其實有進一款成大心理系 然後他們有出那個什麼 你可以幫我們解釋嗎 藝術治療那一本 我有就是進一些 然後在好辦 大概下個禮拜之後 如果有想要更了解藝術治療的話 可以來看看是一本有成大心理系 發出版的刊物 就是 因為我是戲友啦 然後 那個我們學弟妹就是 他們有發行一本 刊物 叫做Inside 就是IN 然後PSY PSY 大部分都是對心理 psychology 的簡稱啦 Inside 然後他的目的 就是心理學科普的刊物 然後 他的slogan就是 從Inside看見Outside 對 然後就 然後他們進的 現在出到第八期 第九期了吧 然後 他說要進的是第八期 然後第八期就是在講藝術治療 對 然後那一本也不只在談藝術治療啦 就是 還有談很多的 其他東西 每一本都不一樣 比如說 之前也有一期 大家應該有看過一個韓劇叫 沒關係 是愛情 對 反正就是一部關於心理師的 精神科醫師的韓劇 然後他也用這種科普的方式去談這部韓劇 就是這種類似 比較心理學科普的刊物 對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 在網路上 或者在臉書上找來看 嗯 就是推廣心理學 好 謝謝大家